大家好,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。很高兴再次见到您。订阅频道,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这是今天的新闻。 王一博的战友欲体现在前一幕话中,队员也会一头雾水,不懂为何这个孩子这般喜欢绿色,可是他们却在无形之中已经被博化了。去年的步步,意料之中,被尼尔森带有调侃的表达,一个黑皮肤的中国人参加其他的节目,被疫情小朋友围绕着,喊着,这是王一博的步步。 别问了,如果哪一天步步知道后,会伤心的,毕竟他跟王一博的关系,还有一种师徒的关系。 王一博在采访中说,因为我有步步嘛,现在他主要是跟尼尔森是好,就会让步步去说,因为他足够信任步步。 事实证明了,步步确实值得他的信任,在积分赛中,步步拿下了积分赛最高。 对得起王一博对他的这份信任。 去年的冠军凯歌,更是王一博的最佳拍档,从去年到现在,很多的商家代言都来自于王一博的品牌,绿色显然已经是凯歌的标配了。 这次的成员中,最近退赛的尼尔森,特别是他的社交平台中,绿色的短发,引来好多人的关注,特别是Battle赛号,尼尔森瞬间变小鸟一人,依偎在王一博肩膀的那一刻,所有人都震惊了。 大魔王原来下了Battle赛号,居然是另外一番面孔。 原来猛男也柔情,绿色的头发,戴着王一博特色logo的T恤,显然已经被博化了。 在后续的合照中,王一博跟尼尔森抱在一起的照片,让人有点调侃到,鸟森上位,咖啡师宠了。 果然王一博的魅力挺厉害,大神在他的影响下,都现出原形了,原来都是这般可爱的存在。 同时,细心的网友发现,王一博在礼物上,果然是出手不凡。 除了服饰,对戴一博王闸中唯一的女生,戴玉更是好上加好,送礼物,一盒子的桃子,拿下了编舞师小山桃。 在网上,网友发现,小山桃加入后,也在博化的道路上一去不复返了。 美甲颜色绿色的,服饰也是绿色,周边的配饰更是绿色。 果然吸引来了好多小摩托们的一顿酸,哎呀,王一博的魅力,有谁会拒绝? 女生更是被这种严闷的表达方式轻松拿下,在采访中,一句真诚,一句值得信赖,人还特别的好。 王一博的魅力,就是让你在接触后,被他的个性给感染了。 喜欢他的人,最终都会被他的舞蹈魅力,人格魅力给彻底征服,王一博红,是有底气的。